前一阵你们熟悉的一位B站上的老朋友E王给我寄了一个小礼物 这是E王家的ITX机箱Vector1 13.7升的体积可以装下280冷排 作为一个ITX爱好者我是相当感兴趣的 所以就借这个机会来装一台机器好了 看看这个机箱能塞一点什么东西吧 因为E王它们可以白嫖到10900K 那本着不要白不要的原则 我本来是想装一台卖去机盒3.0的 i9 10900K加2080Ti搞一台顶级游戏机岂不美哉 但是我仔细想了想 这个什么i9 2080Ti这个配置 有点太普通了 不符合我们的调性对吧 我们极客玩讲究什么 当然是折腾对吧 这种大众配置不要也罢 所以我们搞了一个比较狠的平台 LGA3647接口的服务器平台 用的板子当然也是腰板 来自永勤的EPC621-D4i 这个主板是市面上V2的3647ITX版 另一块是D6i 我们这个D4i是有两个M.2接口的 但是内存只有4通道 像D6i的话 它把M.2给砍了 但是它有6通道内存 哇 ITX上6通道 想想就很刺激是吧 CPU我们弄来了英特尔智强W3275M 28核56线程 这么大一个CPU装在ITX平台上 太违和了 考虑到目前的线程自列者还没有ITX主板 那我们这个方案应该是目前理论多核性能最强的ITX方案了 内存4条32G 一共128G的3200笔记本条 即便在内存不要钱的时代 也是满满的金钱的味道啊 不过在这个平台上最高就只能跑到2933的频率 显卡我准备了两个方案 一个是影驰的大将2080Ti 而另一个方案呢 暂时保密啊 大将的2080Ti虽然是一张定位比较盖的2080Ti 但是它特别适合折腾 因为它是公版PCB加上300A核心的 2080Ti有两种核心 300和300A 300A是专供高端卡用的 体质比较好 同时也有很多解锁功耗的BIOS可以刷 只要不怕死 甚至可以刷2000W的BIOS给它超频 我手上这一张还是三星的显存 非常能折腾 我们给这张卡配了欧酷的水冷套件 因为2080Ti的Boost 3.0对于温度非常敏感 你温度控制不好会直接影响性能 所以上水是很有必要的 CPU的冷头 还有280的冷排 包括水泵这些 我们也都用了欧酷的方案 欧酷的方案其实是分体水里的异类吧 因为你一般玩分体水 你是为了什么呢 主要是为了好看对吧 但是它们的分体水是不考虑外观 完全以实用为导向的 你比如说让它们的管子 是带这种防弯折加固像弹簧一样的东西 和这种止水快叉的 那如果我想从水路里卸下一个部件 我可以随便拆 只要一拧一拔就行了 完全不需要放学 那这个东西看着就很丑 但是用起来就特别好用 很适合我这种比较在乎实用性 天天拆机器的人 那么风扇 我们就配了两个Arctic P14 高性价比的风压扇 最高1700转 很适合拿来吹冷排 固态硬盘用了影驰的HOF1T 比较可惜的是 这个3647平台还不支持PCIe 4.0 所以固态是基本顶着这个3.0的极限在跑的 电源我们用的是全焊的MS750G 750W的标准SFX电源 其实哪怕机箱支持大电源 我还是倾向于用标准SFX 方便理线嘛 还有就是这次我们并没有去搞定制线 毕竟这套方案本来我就不太在乎外观了 基本上硬件介绍差不多了 那我们就开始装机吧 哎不行 我刚拿到这一块泳琴的板子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这个板子是服务器板子 是没有耳机孔的 它不带声卡 它也没有最新Type-C接口 那怎么办呢 哎 干脆这样好了 我们的声音也好 Type-C也好 都用2080Ti显卡上去走 毕竟2080Ti显卡是可以输出声音的嘛 而且也有Type-C接口可以用 这也算是一个临时的解决方案 对吧 然而 当我们继续打算装机的时候 又发现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这个主板居然没有前置USB3.0接口 然后我又看了一眼IO 后面板居然只给了两个USB3.0 哇 这么点USB接口 我怎么用啊 整个人都傻了 这什么玩意儿嘛 对吧 你说 还好 天无绝人之路 这个板子虽然没有前置3.0 但是它有两个M.2啊 正好我又在华强北找到了这个玩意儿 M.2转前置USB3.0转接器 啊 要不是亲眼所见 我都不敢相信这个世界上居然有这种东西啊 但是你想想一个东西有需求就会有人做 你看我们这不就有需求了嘛 不过这个小东西也不是一本万利的啊 首先它需要额外的大四PIN外接供电 M.2本身的供电是不够它用的 其次这个东西并不是免驱的 你想用它还得装驱动 这也意味着在进系统之前 比如说装系统的时候 你是用不了它的 反正有点妥协吧 不管怎么说 我们总归还是解决了这个USB的问题嘛 这就可以了是不是啊 哎 还没有 听好啦 这个主板的两个M.2都是在背面的 但是我们的转接器嘛 它并不像固态那样是平的 它是一个垂直的结构啊 所以在翼王的机箱上 就稍微有一点不兼容 挡了几毫米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当然要锯机箱啦 好在差的不多 我们稍微熬出一个口子 就可以兼容了 那么这下应该可以继续装机了吧 还没完 当我们把这个转接器插上之后 你会发现它挡了显卡的位置 那这个问题怎么办呢 翼王的机箱有一个好 它可以装三槽位的显卡 那反正我们的显卡是双槽位的标准公版尺寸嘛 所以把这个显卡往外挪一格 这就可以了嘛 为了做到这一点 我们需要两个20毫米长的机箱铜柱 以便我们把显卡延长线装在靠外的两个槽这里 那么这个原来负责的延长线也有点太短了 我们不得不买一根更长的延长线 才能够得着这个铜柱的位置 这样一来我们总算是可以在装上这个M.2转接卡同时 顺利的装上显卡了 除了看起来有点野鸡之外 我觉得这个方案也还行嘛 能用就好了 这个麻烦是解决了 接下来我们把冷排装好位置 要安排一下水路了 我个人认为这个水应该先给显卡 显卡的散热优先级是比CPU更高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老黄的Boost 3.0对于温度特别敏感 稍微温度一高 这个显卡的频率就上不去了 这和CPU是不一样的 CPU比方说你超到5.0G之后呢 以压载70度和压载90度是不会影响你的性能的 都是5.0G对吧 永远是5.0G 但是显卡它是动态频率 所以温度高了之后就很要命 它会降频的 更不用说 我们这个平台其实CPU的散热需求并不大 你不要看这个U1028核200多瓦TDP 实际上它面积是很大的 可以把热量分摊开 而且频率也不高 最后我觉得3275M的温度 铁定是没有10900K来的高的 所以我们走水路的时候 冷排散完的水可以先进显卡 显卡里有个泵 泵出来的水再给CPU CPU吸显卡的尾气嘛 水从CPU出来之后 再接一个泵 最后热水进到冷排里面 感觉应该行得通吧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接管子了 之前说了 我们用的是欧酷GIMA方便的套装 很适合我们这种天天拆硬件的人 装起来也是简单的一逼 唯一的问题是这个管子长度好像不太好控制 那我又不太想捡管子 所以说我们就想办法塞呗 因为管子上有这种线位加固的存在 所以这个管子熬了之后 并不太会影响流缩 只要角度别太大 都可以放心去玩 水泵的话 这个泵箱一体是可以安装在2.5硬盘位上的 然而翼王机箱的2.5硬盘位 正好装不下这个泵 太厚了 那我很无奈 显卡后面这里倒是可以放水泵 但是水泵上这4个2.5的孔位稍微有点碍事 那我们决定把它锯掉 然后就可以把水泵塞到后面了 虽然没有了螺丝位 但是我们可以用尼龙贴来固定 还可以起到减震的作用 理线理管子这些我们先不急 先得试水嘛 把关键部位裹上纸巾防止漏液 然后我们看看能不能点亮再说吧 边点要边加冷液 慢慢让水泵里的气泡排干净 不过机器看起来好像是点亮了 挺顺利的 那么等到这个水路没什么问题了 我们就可以进行收尾的工作了 OK 确保万无一失之后 理线理管子 这样一来 我们装的这台超强电脑 总算是大功告成了 说实话 因为我没有用任何的定制方案 所以这个外观看起来是比较无趣的 只是为了想拆就拆足够方便而已嘛 不过核心硬件层面的折腾 我还是很在意的 我待会特别想给显卡刷个BIOS超频 不管怎么说 先进系统看看吧 有没有正常运行 对吧 开机 这个风扇好像还挺正常的 并没有打到我们的管子和线 我首先最担心的 还是这个M.2 USB 3.0的转接器 我们看看有没有再正常工作吧 OK 插上一块移动硬盘 它好像确实能够读到硬盘 我们来拷贝一个文件看看 这个速度好像还蛮快的 挺正常的 那么这个转接器也算是正常工作的吧 我们来看看硬件情况 每次装这种机器 最刺激的就是看框框 对吧 看到这么多个框框 我就感觉特别的爽 然后再看到128G那层 豪气扑面而来 爱了爱了 跑个Cinebench看看多核性能 我们发现这颗28核的智强 全核性频率拉的并不是特别高 全核只有大概3GHz出头吧 205W的功耗强显然是不太够用的 最后跑下来多核10793分 已经非常强了 但是客观一点讲 这个成绩拿10980XE疯狂超频也是可以跑到的 可能3275M的主要优势还是在同性能下以更低的温度来跑到这个成绩 我们跑220的时候 封装温度基本上是在60度左右 换成2066平台的话 可能就不会这么安逸了 同时我们也跑了一下单核 我们发现这颗3275M的单核表现反而是相当不错的 单核可以加速到4.4G以上 最后得分466分 这个单核成绩和7700K差不多 对于志强来说算是非常好的了 感觉这个表现玩游戏应该也差不到哪里去吧 这就说明这颗U的功耗陷得太死了 28核3.0G就撞墙了 如果可以解锁205W的封印的话 我相信频率可以往上再提升一大截 FPU的烤机更加印证了这一点 这颗U在跑FPU的时候频率只有2.2截 电压只有0.8V 单烤温度只有60度不到 比刚刚跑220还要过分 我非常怀疑如果用TDP250W的3175X 也许多核性能搞不好还要比我们这颗再高一截 接下来我们就要玩一玩显卡了 显卡在我们不折腾的情况下 频率可以加速到1950Mbps 对于默频来说已经算是比较高了 那我们网上可以超超频看看 2080Ti超频第一步就是刷BELS解锁功耗墙 Overclock.net有一个系列的帖子叫Owners Club 从2060到2080Ti都有Owners Club 如果想超频刷BIOS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来这边看一下 这里会告诉你市面上N卡的各种核心 供电也好 各种规格也好 供你参考 还有魔改过的NVFlash刷写工具可以下载 最重要的是这里还会告诉你刷哪个BIOS比较合适 比如说非A核心的2080Ti 就是比较烂的2080Ti嘛 最适合刷的是同德310W的BIOS A核心的公版PCB的2080Ti 可以推荐刷影驰380W的BIOS 这是公版PCB加300A的卡里出厂限制给的最宽的一个 也是最适合日常超频的BIOS 一般人刷这个会比较保险 但是如果你还想玩得更high一点的话 底下还提供了1000W、2000W的一些超强BIOS可以刷 比如这个EVGA Kingpin的BIOS 甚至把电压提到了1.125V 这是我们公版PCB的2080Ti能刷的最强BIOS 它有一个副作用就是风扇会直接拉满100%转速 但是对于我们学人来说这个当然就无所谓了 你看这个XOCBIOS甚至还有一个非常硬核的解压密码 它说我愿意放弃保修 无时无刻不再提醒我们这个BIOS是有点危险的 刷BIOS之前先备份一下自己的BIOS 然后把我们准备的变态BIOS 往NVFlash的文件夹里放 由于现在的CMD并不能直接使用管理员模式运行 所以我们可以用管理员模式的PowerShell呼出CMD 先进行用EEP ROM保护 然后就可以刷我们刚刚准备的BIOS了 稍作等待BIOS就刷完了 我们来检查一下 果然这个2000W的BIOS已经刷上去了 看起来可真不错啊 那我们来跑一下Time Spy看看啊 你看末屏就已经到2GHz以上了 电压直接给拉到了1.125V 功耗也是突破了450W 那么这个超频的环境 这个底子已经给我们打好了 我们可以试着往上拉拉看 先拉个100兆看看吧 2115的频率好像完全没有问题 再拉一个145Mbps 2145的频率好像也可以跑得了 那我们核心再往上拉到150 2160的频率 然后我们的显存再拉个1250Mbps 反正三星显存很能超的 这样一来功耗直接就飙到了500W了 性能基本上也是到极限了 2160的频率已经不低了 再往上超好像就不太行了 那在这个设定下我们跑了一下Time Spy的图形分 轻轻松松跑上16000分 相比末屏的14000分还是强了不少吧 顺便我们也用这套配置跑了一下娱乐大师 100万分轻松拿下 这个应该是ITX能达到的最高的娱乐大师成绩之一了吧 你以为这就完事了吗 没有 我们今天还有one more thing 想知道是什么吗 看好了 我们现在拆下这张2080Ti 把一张接了水冷皮的5700XT接进水路 然后我们再一次开机 这个logo你没想到吧 哈哈哈 换了A卡之后 这台机器上成功实现了黑苹果 现在它运行的是Mac OS卡特里纳 我们看一眼配置啊 一点问题也没有 这台机器现在就是一台Mac Pro 不对 应该说是Mac Pro Mini 没毛病吧 哇 用这个级别的硬件跑一跑Final Cut 对吧 用一下Logic Pro 岂不美哉 哎呀 简直是太爽了 不过这里得给你们泼一盆冷水 这个Mac OS顶多算是装着碗碗 我个人是不太推荐你们抄作业的 因为会有很多的问题 比如这个主板自带的网卡 它在Mac OS底下是驱动不上的 所以我们只能外接USB网卡 然后Mac系统又特别依赖蓝牙 如果没有蓝牙 像AirDrop这种操作是根本不能用的 所以我们想要蓝牙的话 又得再接一个适配器 你看两个宝贵的USB口就这样被占用了 然后真正的Mac上除了处理器之外 还自带一颗ARM芯片的 我们这台Mac不要说ARM了 处理器连核显都没有 在一些视频任务中可能还会有潜在的问题 说实话 这个方案抓黑苹果 非常不适用 但是反正我能这么干对吧 对于折腾来说 这已经足够好玩了嘛 好了 今天我们尝试拿翼王机箱装了一台28核的ITX主机 玩得非常开心 翼王的机箱的兼容性我感觉还是蛮高的 但是我们今天这套配置 我也不建议你们全去学 可能要妥协很多东西嘛 你们自己装的话 还是推荐用消费机平台比较好 而且像我们这样不用定制线 不用定制水冷的话 外观上就差点意思了 我倒是希望这个机箱能处理一个没有测透的版本 这样的话我就真的不用在意外观这种事了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by bwd6 by bwd6